好 我們今天叫那個 越南的兩萬寸點 跟著老師的步驟 春捲皮上鋪好青菜 米線 豬肉片和蝦仁 他應新二代黃麗婷 做起料理來有模有樣 就是中間先放一隻蝦 然後是把它反過來 因為包起來的時候 才會是正面的 然後旁邊放兩塊肉 然後包的時候 就是起步的時候 然後要包緊 我希望回去就是學好 好吃的東西 然後回去煮給媽媽跟妹妹吃這樣 為了培養孩子獨立 也更懂得照顧身邊的人 社福單位長期關懷弱勢族群 舉辦料理課程 請來新著迷媽媽教學 讓孩子學到生活技能 也潛移默化 了解多元文化 第一個能夠照顧自己 然後學了這個 基本的廚藝之後 又能夠去照顧到 阿公阿嬤 甚至照顧到弟弟妹妹 其實在學習這種 我們講就是媽媽母國的一些飲食文化 然後再帶入我們這些台式料理 我覺得這個對飲食文化的這個交流 跟衝擊是非常棒的 愛談琴的黃麗婷 琴意無師自通 這台電子琴是社福單位幫忙募集來的 他來自多元文化家庭 爸爸是泰國人 媽媽來自印尼 但因為爸爸誤入歧途 媽媽選擇一個人帶大兩個女兒 母女三人要生活不容易 二手洗衣機也是募集來的 讓母女們可以安身立命 那時候因為媽媽剛好她手開刀 她就沒辦法洗 學壞幫我們布這一台 然後就洗衣就變得很方便 為了他們讓他們就是有好的生活環境 所以就是做這個決定 就是跟她爸爸離婚 然後帶他們兩個出來生活打拼 就只要我是讓她獨立 然後不要學壞這樣就好了 才小學六年級的黃麗婷 不僅懂得幫媽媽分擔家務 也會炒飯給家人吃 有句話說不能選擇出生 但可以選擇自己想要過的人生 黃麗婷不給自己設限 只要有機會就去學習 希望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 忘記了 忘記了 忘記了